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任总 罗律师 您看一下 坐吧 这就完事了吗 我就是想要个结果 结果你们那个何赛律师 一直跟我背着法律条文 背着我头都大了 他有他的问题 来 进来 我介绍一下 罗斌律师 我的法律顾问 这是我儿子 任乔 罗律师 你好 你好 那你们先聊 我待会再过来 不用 都不是外人 什么事说吧 就是这个 这个新品的宣传广告 您看一下 没有更好 只有最好 不能用罪字 为什么 如果使用最高级的话 可能会带来诉讼风险 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案例 被判赔了五十万 五十万 嗯 成本不是很高 我们付得起 可如果加上诉讼成本 律师成本 时间成本 包括公司的声誉 以及未来不确定的风险 可就远远不值五十万了 那如果我想让人知道 我是最好的 最强的 我该怎么做 反正就是不能使用最高级 什么叫反正就是不能使用最高级 姑娘 我付给你们 前世上你们来做我的法律顾问 你不能光光告诉我 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 你还得告诉我 什么东西是可以的 任总 可以换一下顺序 换顺序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好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不用最高级 用比较级 去吧 行 你在哪儿读的法律 你怎么进的这个律师事务所 你念过书吗 任总 还是要相信我们律所 您能别让我跟任小年打交道可以吗 我干别的事都行 比如说你让我去写诉讼文书啊 去法院立案啊 查资料 车也加班也行 理由呢 他根本就不尊重法律 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尊重 什么方式 酬金啊 他是我们最慷慨的客户 也是最粗辱 最没礼貌的客户 那说明你做得还不够好 如果你让他满意了 他就会给你很多很多酬金 一表达他对你的尊重 可如果你让他没满意 他就觉得没必要对你表着尊重 不是 我不明白 您为什么可以忍受这种混蛋呢 我雇你当我的助理 不是来让你问我这种愚蠢的问题 哎呀 我现在可以理解 为什么您能和任小年惺惺相惜了 你用错成语了 我跟他谈不上惺惺相惜 那您这是什么呀 叫受人之托 终人之识 公司辞退马小居的依据在于 公司认定网上晒的这份工资单 是马小居的 而且是马小居自己晒出来的 但是网上传的这个工资单 局部截图当中 并没有员工的姓名或者公司 所以我们可以抗辩 仅凭公司内部调查 就认为是员工泄露的 并不合理 公司认为他们在聘用合同中 已经强调 工资属于高度机密 员工之间也不得交流工资信息 而且马小居也已经跟公司 签了这份保密协议 您说得对 目前法律规定中 并无对工资薪酬 不能做出保密约定的条款 实践中在保密约定 并未违反同工同酬的情况下 也存在认可薪酬保密约定的案例 办公司无法证明 那是马小居自己上传的工资单 好 那你去起草代理词 已经起草好了 这是什么 这个是你做工艺的报酬 这是艾伦送呢 他妈妈的手艺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吃过 来吧 大家一起 来 来 好 好吃吗 好吃吧 喂 给我订个外卖 你想吃什么 猪蹄 卤猪蹄